这条溪 来到贵子坑溪 不论是居住超过半世界的李明 或担任20多年的里长 40年前伟大台风的阴影 依然挥之不去 大陆变水沟 大陆变那个水沟变大陆 就上面土石全部就把它淹了 这边原本这边都有那个住家 整条都冲掉了 那时候我还在当兵 那为什么我知道是7月30 因为那天我家开幼稚园 那天大水来的时候 速度来得很快 原因之一水源山脉 孕育丰富淘土 胡乱开挖导致严重灾情 经过将近十年的工程 将水模坑溪和柜子坑溪整并 失作借梯工法铺上校坡块 完工近30年 今年才进行审查 调降前市等级 为什么要精速解编 山上土岩土料区 土岩区这个从山上下来的 怎么山上解编的 下面没有解编 这里没有风也没有雨 所以要叫他们迁移 整之后 全台1705条前市溪流 台北市只剩下22条 地风险浅市 以及28条数持续观察 审查确诊后 居民常年困扰也终于解除 大一新闻消息节 谢谢李明华特别报道 好 谢谢观看